今天最後我想觀眾朋友還是非常關心 世末年終大家在期待的是 今年到底有沒有紅包可以領 所以來問一下大師 萬八不是末嗎 因為現在差一百多點而已 對 因為整個剩下兩天 一般做炒盤點 剩下兩天過完以後 可以領年終獎金 所以大家 他們要領年終 然後投資要領年紅包 對 沒有錯 所以盡量會去拉 這個近高點 所以目前應該萬八可能性很高 那我們整個大盤 我們有講這個是第五小坡 就從這邊15975開始算 那目前真的是在這個第五小坡 而且漲了一千九百多點 那我們的第一坡 這邊是漲了兩千五百二十二點 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個第五小坡最樂觀會到一八四九八 也就是很多法說會講一八五零零 所以回答剛才阿關的話 就是說這個萬八 萬八不是 可能性比較 但是人家都說 這是邪惡第五坡 所以第五坡長起來都是又兇又猛的 不是嗎 對 可是這個我們是從一二六二九 有這個算 五坡斷 那這個五坡斷 如果到今天已經漲了這個五千兩百多點 因為我們整個大坡斷跌了五千九 已經快要剩下七百點 這個整個大坡斷 未來會是快漲 急漲還是溫溫漲 內部盤間 我個人認為這五小坡走完以後 他在明年一Q會小虎拉回 完以後在主身段那一邊 就會漲得稍微比較快 所以他是會稍微顿電一下才上去 對對對 所以也不要刻意追降 對不對 不要過度追降 我們再往下來看 好這是在臺灣的加強指數 往下我們可以看到 另外來講的話 我們除了這第五小坡完以後 對不起 我們講的就是總統選舉行情 從10月31號 總統選舉行情前七次 他是平均漲45天漲20% 我們今天錄影的時間已經第41天 漲了12% 已經漲了中間的一半以上 所以從歷史進來還有8%的空間 可能這一次不會那麼高 因為如果漲20%會漲到19171 所以不要期待那麼高 我們就會過那個所謂的18338 我們去年2月10號的高點 另外一個高點就是1月5號的18619 那如果說你漲了20% 就通通不只過萬八 搞不好連歷史高點也過 那我個人認為因為這一波 他整個剩下大概十幾天 我們就要閒級了 所以來講目前也是是今年的近高點 大概都達標了 就是說拉股票也拉到一個相對高點 所以來講很多的法術會裡面 大概都說明年的1Q是我們高點 往以後先拉回 往以後足跡走高 這是我們很多的法術會 對於明年股票市場的一個看法 那你認同明年會足跡走高嗎 因為明年呢 如果比較比較迷信的投資人說 明年應該不錯 明年是龍年 對 督金龍講龍年是最可以講的 我們在我們臺灣12生肖裡面 最好的一點就是今年兔年 兔年 漲92% 晚以後我們今年漲25%左右 所以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牛年漲了20幾% 第三個就明年龍年 漲27% 那27%晚以後他是 你是統計過去的歷史 對 62年來臺灣有五隻龍 因為我62年 那第一次的話是漲90幾% 小跌在漲了80幾% 前第四次的話是跌了比較多 跌40% 離我們最近那一條龍是大概漲10%左右 那因為我們今年 明年這條龍嗎 因為我們今年大概目前我們錄影的時間 大概已經漲了25% 26% 基期比較高了 所以明年我大概我預估大概在10%左右 就是說因為我們今年兔年 本來92%已經漲了 我們92%我們今年是漲25%左右 所以明年這一隻龍平均27% 大概差不多10%左右 那後年的12年也不錯 大概是我們大概年三年 那這是我對明年的看法 所以我們明年我個人看法是說 1Q開高 晚以後先拉回 因為你漲很多 足跡走高 縮盤到年初的高點 那年初高點 所以最好的上車時間點是第二季 對 大概1Q之後拉回來 對對 晚以後 因為你漲了這個整個五波段 足跡走高 回到我們的開盤的附近 我們把它稱為叫T字線的一個 來回商下盤整 那明年縮盤的話 理論上按照農年的話 應該也大概會有 大概9%到10%的漲幅 這是我對這個十二生肖裡面 農年的一個看法 還是蠻值得期待的 對對對對